比较重 对 刚才那个球延安是给到成绩的正手位 情况 比如说在比资场上移动的时候 或者机球发力的时候 确实伤势很绝的这时候 两个选择 要么直接去拳 要么坚持到底 你觉得应该到底怎么应对 像原来我想的就是说 打打你拼进去以后 对方有所察觉 一个自己尽量的这种 你脖子扭了 我很清楚记得那次 当然我 严陈一次健身院 健身院 对 奖金很高的一个赛事 坏事变好事了 对 其实有时候 你这种心 谢谢大家 然后再来 四拼赛中国南拼的选拔赛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第四天的直播 那么这次参赛的人员呢 一共有九位选手 这九位都是中国南拼最强 最具实力的运动员 所有的主力都参赛 帅马林这三位选手 两次好像两次 其中一次是17位选手 几次九位选手 在这次直通的比赛当中 九选五 五天的直播 每天将产生一位参赛资格 应该说非常刺激 前三天 就是左手 它的特点包括 延安的这个分割 利用自己左手的这种发球的优势 把自己的发球抢攻 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来 但作为延安来说呢 它数量少减少一些 不必要的五位失误 在起来包括错完场之后 下面更好的衔接 在看陈启一个在自己揭发球的环节当中 没有更好的控制延安 基本上能够让延安很轻易的去上手 因为作为陈启来说 他的防守在他整个打法当中还是显露 麻烦着拉着 干发力不够 实际上它只能使到百分之百绝 但是呢 一想到马 你在场下的时候那个心情 有时候挺恨自己的哈 对 其实这是 对 可是有时候没办法 和陈起 都将失去 运动员获得资格 我想问王立勤你看所有的比赛 就是在场下看的时候 我不是说这个个人的关系和感情 肯定是希望中国人去获得这个比赛的胜利 但是可能作为一些同类的比赛 应该怎么处理 远安拉起来 这样远安琪王立勤就前两局给我们第二局前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精彩的点评 应该说陈起在第二局的开局当中还是跟第一有所变化的 就是自己的一个发球 再来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第三局比赛 一二二八九 零比零 可以疲惫 所以在场上 作为老将来讲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好球 说了 前面跟马林 他也是二比零领先 总领警时期 看他如何去突破 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可能他在落后的时候 他可能考虑的不会太多 对 想拼了 对 如果不太想拼的话 那我就轻松拿下吧 延安追回来 是什么样一种感觉 知道秦志导这个自想 也是比较了解 所以在沟通当中 可能更顺畅一些吧 嗯 是为了整个队伍的这种提高 去做出自己的努力 整场比赛的一个主动拳 局数二比零领先 第三局九比五 这样延安十比五 战胜了陈启 这样延安获得了 第五十二届世平赛 单打参赛资争